去那邊就電梯卡上去 上去找房號 找了按門鈴叮咚 心裡面忐忑不安 你知道嗎 覺得應該是 可是又怕萬一不是 你知道嗎 所以門一開 我本來是這樣子的 後來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他高 其實李文正不高 他穿高跟鞋 不要搶吧 新加坡他有分公司 那新加坡的負責人向他推薦說 現在新加坡有一個創作 新加坡創作歌曲的一個年輕人 對對對我想起來 還不錯 OK 那麼劉大哥你要不要來看看他 結果他真給我打電話 對 會啊會啊 那時候他開始慢慢推幕後 我就想做歌手 我嚇死了 哇劉文正在南洋還得了 開玩笑 天王天王的天王好不好 你就是看了他之後 一夕之間頭髮變白 我嚇死了 我跟你講 我當時 站在家裡窮的快要死的時候 你知道我雖然在新加坡 已經出道了 有歌啦 上電視了 可是沒收入 你知道嗎 沒什麼收入 沒人請我們演出 所以我在家裡躺著 有一天電話就響 電話響 對方就是 你好 我是劉文正 我找吳企賢 他不是這聲音 我大學就是 對不起 我是劉文正 我找吳企賢 是這個槍 對 我就說這裡沒有吳企賢 我在這邊有非玉清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時候你不以為是詐騙 你怎麼會覺得有劉文正來找你 那時候你就知道台灣有很多那種詐騙電話 呃 那時候我覺得還沒有真正詐騙是哪 我知道 我是開玩笑了 對開玩笑 可是你 你覺得你的生命裡面 因為劉文正太遙遠了 你知道比天王星還遠 了解 所以你接到他的電話 你怎麼可能相信他是真的呢 劉文正怎麼可能知道你的電話號碼呢 哎 這個不見得 他其實 他他他其實人蠻蠻耐心 沒有錯 他很耐心 跟這個沒關係 問題是我是Nobody 你要是你要知道當年新加坡的歌壇 在亞洲來說是Nothing 對 他一定要後來才開始 是後來才開始 對不對 劉文正 你那時候準備要走這個歌壇的時候 啊 他就窩在那個地方 劉文正打電話給你 對啊 琴天 霹靂 霹靂 然後他就 我就說我是非玉清 他就說我真的是劉文正 你說我真的是非玉清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我講了這一句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真的以為是我的朋友打電話來 胡我你知道嗎 對啦對 後來越聽著越聽著 我的天啊 他聲音越來越像 OK 我就開始禮貌起來 我說你真的是劉大哥 後來後來你約好 你去找他 約好了 他就叫我去找他 那時候新加坡有個最新的飯店 叫Westin 嗯 他住在五十幾樓 OK 小弟我第一次去這麼高的建築物 就那一次 嗯 去那邊就 電梯 咔啊上去 上去 找房號 找了 按門鈴 叮咚 心裡面忐忑不安 你知道嗎 覺得應該是 可是又怕萬一不是 你知道嗎 所以門一開 我本來是這樣子的 後來 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他高 其實理論真的不高 他穿高跟鞋 對 你不要講嘛 欸 你不要講 欸 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丹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 號角相機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你現在要叫我 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哇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